大家好,这期跟大家分享 在阳台如何栽种这种野爱 这种野爱在我们农村是最常见到的 过了生长值是很难找到的 因为它的叶片全部干枯掉 很难找到这些叶片 为了平时使用的时候 方便随手可得 我们就把它栽种到阳台 那么栽种的话 我们先准备一些土壤 最常用到的一些土壤 就是一些普通的黄泥土 还有就是加上一些养分 也就是风干腐熟好的像这种养分 这样就可以增加盆土里面的营养 才有利于根势更好的生长 看下这个土壤都是倒入了一些养分 给它混泡的 为什么要用养分来混泡呢 因为是盆栽的 养分是有限的 不像地栽 混泡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上土壤了 上了三公分土壤之后 再给它倒入一点养分做底肥 然后在这个盆土给它挖上一个坑 再给它栽种一颗比较健康的 在阳台栽种这种野爱的话 无论是平时栽来吃 或者是用来做一些青团的话 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再给它浇一次订根水就可以了 平时养分也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记得给它浇点水 还有就是加入一点养分 这个植株长势更加快 好了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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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